洪欣在5月1日凌晨 正式宣布離婚 和小十歲的內地演員張丹峰 結束十四年婚姻 洪欣連發多次離婚宣言 說和張丹峰不再是夫妻關係 還說某人一直生她微博 令到外界懷疑是張丹峰動手腳 但她本人就反擊說 你哪隻眼看到我生 2009年 洪欣和小十歲的張丹峰結婚 在2014年2月生了一個女兒 但張丹峰就多次被傳出軌 甚至結婚當年 已曾被拍到和經理人不認 在同一間房間一起七小時 女方甚至穿著睡袍 在房間裡走出來 洪欣和張丹峰多年來都屢存分辨 在4月初 他們曾激行同框合體 直播大課 但完成工作後 互相刪除了同框視頻 二年52歲的洪欣 在2009年 和比她年輕十歲的內地藝人 張丹峰結婚 中獄有一個女兒 近年兩個人雷傳分辨 在2018年 張丹峰被指撇退經理人不認 之後洪欣力撐張丹峰 張丹峰也立即辭退不認表態 但在2022年12月 再有網友爆料 指不認還在幫張丹峰處理工作 在外地演出的時候 兩個人甚至會同房 之後更傳出 張丹峰和不認的結婚證書 事件而設令到證供 洪欣忍無可忍 在今天凌晨 他在微博發文宣告離婚 不認在今早早亦急發聲明 似乎想撇清自己小三的身份 不過網民似乎不太埋單 一面倒留言狂漏不認 你為何那麼飾演 見到綠茶成精了 洪欣在5月1日凌晨宣布和張丹峰離婚 他們生了個女兒 但張丹峰對洪欣和莫小聰所生的兒子 張浩峰一直是如己出 張浩峰在進入娛樂圈後 他們父子倆曾經在至青春合作 當時他們看上去 好像兩兄弟一樣 今年3月 張浩峰上載和繼父的合照 並表示會再次父子當上陣拍劇 張丹峰雖然不是張浩峰的親生爸爸 但比起莫小聰 他似乎比較稱職 在劇集《發言人》中 蔣祖萬實現區域法院法官 雍官和張永康實現的大紅有感情線 不少觀眾都很喜歡這對CP 但現實中 蔣祖萬曾經有過一段難堪的戀情 他曾經在接受香港01訪問時說 當年他大約只有20歲 前男友沒完沒了地欠錢 他說愛憤不顧身 幫忙還債 沒完沒了地欠 蠢 但原來那位前男友 還瘋狂地出軌 還曾經去追蔣祖萬的朋友 直到20歲出頭 他遇到現在的老公 陳卓奇 當時對方已經照顧 和前妻的兒子 D仔 他們拍拖的時候 陳卓奇的前妻患病 張祖萬就索性提出 不如和小朋友一起住 D仔的心磨 在他兩歲半時離世 張祖萬可以說是 由小時候照顧大D仔 他們的感情就像親生一樣 很小時候已經叫媽咪 我們的關係比較像朋友 不像 不像是媽咪 因為我經常跟他出去 就是我串一下他 他串一下我 他現在更壞 更加笑我 然後我又笑一下他 所以比較像朋友 我想可能小時候也不會照顧 我小時候 就是 溝通方式 都唯獨是可以像朋友一樣 生了女兒之後就知道 原來做人媽咪應該要這樣 當年來母堅父職的吳以利 獨力將女兒吳卓琳養大 可惜吳卓琳認識了 大12歲的同性伴侶 Andy之後 母女關係變得越來越差 吳卓琳和伴侶 現在已經遠赴國外 去到加拿大生活 他們在2018年 還在當地註冊結婚 吳以利雖然想在金錢上幫助卓琳 但卓琳仍然拒絕回香港 探媽媽 或是未見有起飾 而近日有網友在社交網發文 說在加拿大的超市 偶遇到卓琳和Andy 卓琳站在一邊 很乖巧地和伴侶逛街 網友發文說 Andy對卓琳的態度不好 而似感情生變 小龍女吳卓琳 不是被妻子Andy控制嗎 網友偶遇說她和Andy走超市 Andy對她黏肢以鼻 感覺很可憐 沒得而出身的Renee G 是香港著名的眼鏡設計師 以前Renee出嫁 舉行了盛大的戶外結婚派對 就較為洪天明一家四口延伸 洪師兄大著上西裝骨骨 配襯短腹十分場鏡 但拍合著時顯得有點悶悶不樂 Renee寫道 親愛的JT生日快樂 不好意思你病了 乾媽疼愛你 而Renee穿上短裙款的婚紗 大騷收場尾腿 在場內和賓客舉杯唱飲 非常盡興 今天是姜濤的24歲生日 姜濤們準備了一連串的慶新活動 繼早上的姜濤慈善報行之後 下午又有430姜濤生日Free Ride Day 請全港市民免費搭電車 50位幸運姜濤更加獲腰手搭姜丁丁 當姜丁丁洗至姜濤灣的時候 場面非常虛陷 過萬名姜濤 迫爆銅鑼灣 當洗近SOGO一帶的時候 姜濤更是站滿兩邊馬路 萬人兇漢場面極震撼 台灣歌手林佑嘉 在紅館舉行一連三場演唱會 昨晚來到第二場 有不少明星藝人都有到場支持 包括容祖兒、蔡卓妍 MIRROR成員 柳應廷、李俊傑等 在演唱會期間 林佑嘉突然叫阿Jer起身 即興唱歌 阿Jer事後上載片段 和和林佑嘉 還有隊友Jeremy的合照 她興奮地發文說 痴線系列 唱完之後都不斷問自己是否真的 就好像發夢一樣 台前是林佑嘉 然後就和她合唱 她還說 剛才真的嚇到 然後緊張到爆炸 和多謝林佑嘉 一直以來用音樂影響著她 阿Jer一定要看到最後 因為我不想跟她說 我會被她賣 我會被她唱 她會懶 她可能整場都一直在想 並且好感動 好沒有辦法 Enjoy the show 所以我就只是跟他們說 待到最後喔 一定要看到最後 然後很期待跟她拍照 跟她見面 然後我就看 好 她還在 MMS 阿Jer 還有 我有看到她 比如說在這個舞台上面的感覺 是很 她很害羞 可是她在舞台上面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有怎麼講 大將之風 我不知道怎麼說 大將之風 Sami 正修問 早前莫豐金像獎影后 穿著黑色透視裙的她 露出了兩臂的紅致紋身 非常之搶眼 最近內地廣東珠光電視台 轉發片段 將她的紋身打了口格 有網民就折圖取笑 話則好似行走的馬賽克 亦都有網民建議 正確的做法 是將左右臂 換上不同的品牌廣告 其實她的紋身 是近年的事 早在2015年 她已經公開說過 自己喜歡紅線的紋身 到19年演唱會期間 她的手臂和腰間 就有一些黑色紋身 當時有傳 是因為經歷了安心事件 為了記住傷痛而紋上去 其後她解釋 這些只是隱水紙 只是腰間的紋身是真的 不過去到去年 她的手臂上 就多了紅字的紋身 至少有四句句子 一個圖案 手腕上也有紅線 除了叫人每天發掘生命的奇蹟 又有宣揚要互相去愛的信息 鼓勵人要帶給自己陽光 熱誠和愛 跟她的信仰都很吻合 亦都是你非常正面的信息